是你 缠缚的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过一支的 你是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 缠缚的 是你 缠缚的 行啊 我还以为 你只会耍酷唱歌染头发呢 那有什么奇怪的 就像你会踢足球 不见得不会唱歌 那么我呢会唱歌 不见得不会踢足球一样 其实我经常在学校 跟其他同学 尤其男同学 一块踢足球 小白丫头 看来你还是个行家 咱俩以后 有共同语言了 嗨 其实那在这个足球话题上呢 我们俩只能说是 志同而道不合 因为我最喜欢的是 英国足球队 那才叫踢足球呢 像你们铁大队啊 觉得像老年门球队一样 铁大队怎么就不如英国队了 虽然现在输多赢少 但是中国足球一定能走上世界的 好了好了 但是小杨同志 不要灰心嘛 虽然你们这个铁大队呢 非常的弱 但是呢你在我心目中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中国球星 什么叫弱啊 你这叫宠阳没外 我给你 小杨七奶奶 口口啊 给你 这是你这几天的工钱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赚到钱呀 差不多 你只能赚到足够的钱了 小杨啊 我跟你说 我刚才看见阿兰呀 跟一个男的到烧帮酒吧去了 他们俩啊 看见还挺亲热的 阿兰还想上来跟我解释什么 我呀 才懒得理他的 唉 帮子 你怎么才回来了 现在几点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还以为是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这几天也见不着人影啊 幸好我用你家钥匙 我就开门自己进来 我问你 石族他要租你的房子 你为什么不给他租啊 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你们说变天就变天了 我有我的理由 我不想石老头儿恨我 更不想师叔为了我和他父亲不和 你真是因为这个 这个理由你说给别人听吧 我知道你为了什么 清晨是美好的 但最美好的 莫过于一阵可口的早餐 来来来 快点吃 快点吃 味道好极了 爸爸 满分 那是 爷爷做三明治啊 想满分三明治 畏康 快来吃爸爸的完美早餐 真的好吃极了 不了 我先走了 哦 对了 今天我飞也好 晚上我们回家了 嗯 记得打电话 报平安 哎 哎 再忙活 嗯 吃饭了 拿着 哎 哎 注意安全 哎 小妖精 你又练什么功呢 我在祈祷所有的神灵 能保佑我给贝贝捐骨髓 捐骨髓 是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嗨 其实也不属于捐 只不过是给自己啊 又找了一开发资源 口口 你这个傻丫头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些什么 为了那个不争气的坏小子 你连身体都不顾了 那是我自己的事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需要别人管 你 口口 别这么和爷爷说话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再说 你所做的选择 未必我们大家都能接受啊 既然他已经走了 就代表 你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哎 大剑 大剑 哎 您有事啊 实情要去医院 我那车呢 突然出毛病了 听说您会修车 麻烦你去给看一下 没问题 你等一下我拿来公布 好 走吧 好 你给看看 你把车发动一下我天天 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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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这高压线啊虚了 好 好 好 嗨 大剑 嗨 我听说 你要把房子继续租给十桌 看来你这么些年 对他还是 没死心啊 谁都知道 他家有一个价值连城的红棉岩菜谱 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呢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哎 大剑 大剑 我没别的意思 对了 高厂 绣好了吗 好了 走 来 为什么还没拿出来 没事没事 你这样子等着我吧 来啦 老师啊 瞧 出开了 我请你带上这些垃圾食品 离开我的房子 老师啊 我来呢 是想告诉你 第一呢 这些个 那不是垃圾 第二呢 喜欢吃西餐的 已经不少于吃中餐的了 那第三 我可以和这些食品 离开你这个家吧 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老师 是认输了 什么 我认输 输给你 输给这些垃圾食品 哈哈哈哈 你白日做梦 说吧 怎么个比方 恭喜你啊小杨 我们已经听说了 你的腿 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今天我代表咱们队的队员 特意看看你 希望你尽快亏负 早日归队 经理 你们的消息 可够灵通的 那当然了 谁让你是人人注目的球星呢 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这么多四肢健全的人排队等着上场 何况你 没关系 好好养伤 等你的腿一好了 我向你保证 首先考虑你上场的问题 您别说了 只要能让我上场 怎么着都行 行 好好养伤 等有什么好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好嘞 好 好养伤 好 慢点 陈先生总 陈经理 来了 走了 再见 小杨 小杨 你别说啊 我有话跟你说呢 说 说什么呀 我这天不干别 净听别人说话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徐晓阳归队了 你们的陈经理是被我收服的 要来看这儿行吗 谢谢你啊 事情啊 从初步的化验结果来看 因为贝贝的血液基因太特殊了 所有来化验的人几乎都不合格 但是在这几人当中 有一调徐晓阳的 他的各项指标基本符合条件 这么说 贝贝有救了 但是还要进一步做DNA的检验 据我们所知 徐晓阳的腿患有骨裂 目前正在康复阶段 一旦捐献了骨髓 对他腿部的康复会有一定影响 你们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本人 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我说老爷子 我女儿还急着上学呢 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啊 您不是要鸿门茄子吗 这还没有闷透 闪也不上的不够 急着呢 这是快餐小炒 要不是你那鸿门宴 别让人家老挡着 这得对不起顾和 妈 快点 我都要迟到了 算了 您啊 慢慢着色吧 我们啊 没这口福 小美 走咱买点鼻子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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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这儿就对了 我们这儿啊 这个三明治啊 都是我爷做的 特别好吃 不用上色 不用导价 还不用鸿门 来吧 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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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咖啡 来一份 下点不加咖啡 师傅 我本来想来一份啊 红烧带鱼来了 我一看您这烧法啊 得烧到后半夜去 得了 您啊 给我来一份 尖叫土豆丝 得了 要脆的 要软的 您啊 给我来一份 汉堡吧 哎呀 你就别软的脆的了 人家啊 都拿着汉堡包走了 你看人被人杀 这料都用完了 您这好不容易做出 几道菜的吧 还留给自己吃了 这菜没卖出几道吧 倒把人给累死了 这个中国菜啊 就得这么做啊 中国人就得吃中国菜 老师大叔 咱们是得快点 人家买外卖的都赶时间 老师啊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啊 成文他弟弟啊 快大学毕业了 他想到西雍街啊 来找他姐姐 人家孩子是学法律的 你看看 他来了以后啊 他能不能到高城那儿 去学习宣行 怎么样 找我了 跟我说好话是吧 行啊 就这么定了 那 谢谢您啊 石大叔 我还告诉你啊 可不是冲你的面子 冲我们小成文那样的 哎 谢谢您啊 当初小杨说他愿意捐赠骨髓 我觉得那是他一时冲动 现在真的轮到他了 你看他捐不捐 他不捐 我看小杨不是这种人 只不过他现在腿还没有好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万一小杨要是不行 那咱们只有用钱 你说他轻巧 哪有那么多钱啊 手术费又那么贵 当然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卖掉菜谱 得到一笔钱 就可以给卑微治病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 你让我好好想想 喝 吃鲜 你们聊 我走了 哎 慢走啊 来了 怎么样 有什么变化 变化大了 咱们做的这批七火的势头啊 是越来越好 如果要继续投了钱 那钱 这涮海了去了 也就是说 谁投的多 谁就赚的多 可惜啊 我没你财大气粗啊 我们老板说 如果要不投钱 就逼我转手给他 我看到咱们老同学的份上 我就来跑过来告诉他 就要你一句话 是投 还是不投 得 我也不勉强你 只不过就 就是看着这眼看着 这一大块肥肉 掉到别人的手里 投 那这需要多少钱啊 二十万 可越快越好 这样呢 也就凑足了 一百万的全部资金了 行 两天以后 我给你拿去二十万 好 那咱就一言为定 哎 哎 好好看看 既然要投资也要有个合同 免得老在同意电话再跟着 哎 我不要 哎 怎么了 没怎么 我知道什么是真情 什么是真爱 不像有些视力小人 眼睛里只知道钱 只知道力 只知道为自己着想 哎 天明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在女人身上吃的亏也少吗 我知道 你爱文慧玲 可是他爱你嘛 你就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所图 我相信我的直觉 他爱的是别人啊 不是你 你爱一个人 并不代表着就要不管不顾的一味的付出啊 我承认我爱他 我也承认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样的爱我 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慧玲绝不是那种眼睛里只有钱的女 因为他把我投资美容院的钱 已经还给我了 啊 这么说 我就是那眼里只有钱的视力女人 好 我没想到咱们十几年的友谊 换来就是你对我这样的评价 天明 你听着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关你的烂事了 世琴 谢谢你来看我 我觉得 别那么客气啊 你一个人啊 在幸福街也怪不容易的 我常到你这儿做美容 所以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吃药了吗 要记得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吧 世琴 你要注意身体了 你最近老了好多 贝贝的病怎么样了 现在只有小杨的骨髓跟贝贝的很合适 只是还没有经过最后的鉴定 现在对贝贝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钱了 万一小杨的骨髓眼不行 就只有用钱来买了 我这儿也没有太多的现金 你把这个拿去抵押了吧 会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呢 不就算我给贝贝尽一点心意 不 这不行 高成啊现在正在做期货 也许过不了多久 只能赚些钱呢 要不就算你借我的 等高成赚了钱你再还给我 好 慧玲 我看我还是回家商量一下吧 时间不早了 我走了 你休息吧 如意按时吃药啊 世琴 你人这么好 吉人自有天相 贝贝会没事的 大静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我记着我已经出狱了 大静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最近有点怪 为什么又不开汽车修理店了 大家不说得好好的吗 我是一个贼 是一个有钱科的人 所以在别人眼里 我永远是贼 你没有必要跟我混在一块 抓来没有必要的麻烦 大静 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原因 你也不是今天才出狱 大家也不是第一天 才知道你的事 我想听你说真心话 我已经说了 可你不信 我没办法 爸 这现场您就别乱找 我们再来 arco 我没看到 乔乔 走 我说 你不想听 你不想听 会儿 你回家 这个社会市区这么乱 你们做警察的 要不要管 别说我们家没这宝 就真有这宝 在这家里丢楼 你们管不管 郭城 郭城 他这 问你呢 不不不对不起 我没听听 您再说一遍 老爷子 我听说 您这有一个什么宴的 传家菜谱 会不会 又笑瞧 那小偷就是爱钱啊 专偷钱的 菜谱他值什么钱 我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小地方 偷了东西还砸近块 真够损的 高城 你看 怎么会这样啊 喂 高律师 我们实在等不及了 所以就去你家拜访过了 可惜家里没人 但我们还是给你留了一点小纪念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 我希望你尽快弄到菜谱 否则下次啥的 就不戏照片啦 两个够了 把这拿上啊 不算报名表 你哪来的呀 不是说 我是外地人不让我报名吗 那还不简单啊 只要有钱你就不是外地人 不是 别可欺费人呐 拿着吧 小小小老板 不好了 从外面来的紧人 看起来像是打架的 打架 打就打 谁啊 小梦 高程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今天白天家里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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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在找爸爸的菜谱啊 你说话呀 高程 你都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会帮你的 你说话呀 我说你就别问了行不行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 高程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去自首啊 我们去跟警察说清楚啊 行了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跟孩子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 只要你把菜谱拿出来了 换成钱 孩子也有救了 以后咱们的生活也就不愁了 可是现在倒好 眼看着孩子就要死了 你爸那么狠心 就是不拿菜谱啊 把那个 你们怎么了 说什么事儿了 说什么事儿了 爸 没事儿吗 我出费一下 高程 爸 没事儿啊 那你找我啊 爸 什么事儿 就以前说的那事儿 成为的弟弟 大学还没毕业 不学法律的吗 想到你那儿实习 我看你最近忙的 所里没个人 到你那儿去 行吗 行 没问题吧 爸 但是你知道 我那个所是个小所 这工资 这事儿你别操心 你看办 又到哪儿风去了 起点了 从女孩子讲 像什么样子 告诉我小歌星 今天这酒吧打工的 感觉怎么样 什么 你们还唱去了 行行 你也不告诉我 唉 你们呀 你们呀 大的小的都不懂事儿 口口还小嘛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 那也得分清一个 轻重缓急 对吧 眼下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抓紧时间学习 别生爷爷的气啊 谁都知道他很疼你的 没有啊 我早就习惯了 他说话就像我爸 只不过比他大一号而已 再说他说的也没错啊 我是去卖唱了 但是 我是用我的歌声 换取同等价值的钱 但那就错了吗 可可可 你还没有告诉爷爷 打工 是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 又在唱你自己写的那个 主打歌 什么感觉 你刚才干嘛搞我电话 什么 分手 你说分手 你没搞错吧 你 我们争了两年的感情 你这么一去over就完了 你是男人吗 你 你了解我的感受吗 你想过我吗 你问过我吗 反正你要跟我分手 我绝对不给你分的 我也绝对不让你离开我 绝不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多一致的 你是空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 摘扶的 是你 是你 最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